2010年4月的值 好,我現在呢,我們打開Excel 我們來去算一下,2010年4月的值會是多少 怎麼算呢?怎麼算? 在Excel裡面,點選插入數鈕分析表,確定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有建檔日期跟銷售的總價 我們要把這個建檔日期改成什麼? 年跟月 所以這邊分析裡面,群組改成年跟月,確定 接下來這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我們其實可以的話就是 複製這個內容 複製 選擇性貼上 值 這個刪掉了,不需要 這也刪掉了 這也刪掉 那請問,我現在是不是想要算出來4月等於多少? 我是不是想要算出來這個等於多少?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直接選到這個內容 插入一條折線圖 折線圖 是不是跟剛剛那個長的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的喔,真的是一樣的喔 那我們為了大家方便來去看喔 我們這一個統計圖表 滑鼠右鍵 有一個加上趨勢線 加上趨勢線這邊是不是有很多種? 有線性 線經就一條線了 不然為什麼叫線性? 第二個叫指數 第三個叫對數 依此類推 我們就點線性 記得把這個公式打勾 公式打勾 還有它的R平方 R平方要是越接近 1代表越精確 你看嘛 在這個地方 這點跟這條趨勢線的距離 這條線跟這個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點跟這條線距離 整個過程的R平方是多少? 只有0.015 代表說很不精確 我知道 但是總比沒有來得好 重點是這個公式有看到嗎? 這個公式 好了 那到時候 這個X要用什麼來代替? 這邊是不是12 24 25 26 27 所以X要代28 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一詞類推 第13 14 15 一直到24 25 26 27 所以這個值X 是不是要代28 28 後面還有一個科學博奧表示 好 我們就直接算一下看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減的 負的 15 448 3 乘 28 再加 加多少 7 後面接 幾個0 7個 這就是科學符號 7 1 2 3 4 5 6 7 英特 這就是 第4月 2010年4月 所得到的 值 這個值會算了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 很多人學Easeer 你們自己都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你們知道嗎? 就是你們可能知道趨次線 但是這個數值你也不知道怎麼算 這樣可以了解 好 記住 要知道這個數值 因為我們大數據分析 這個數字啊 一定要掌握到 一定要掌握到 只是我們 接下來 在第四次第五次 我們要用R乘次來去寫出來這個值 好了 那我們就請你們先坐到這邊 算算看這個值 是不是65.7個百萬 畫面還給各位囉 用Easeer來計算 clar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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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